这是什么 好可怕 我怎么感觉到灵魂在颤抖呢 苍天之眼 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苍天之眼 听到 现胜了呀 入洞房 我要入洞房 想入洞房是吧 自己爬着去 你这个废物一点修为都没有 修炼了十几年才到的练体精初几 根本就不会做您家人 就你这废物也得成婚 你娘子扫了你偷男人 两个独眼看人家的东西 像我林峰 本来堂堂地球大好一位青年 没想到命运多转 遇到这可以修行强者为尊的世界 却又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好在这个世界的影影是爱我的 少爷爷 你一个贱人 你居然在修一眼 跟林浩思通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你以为我真喜欢你不成啊 要不是因为你每月十颗 聚林丹的家族俸禄 你以为我会嫁给你 只有横哥这等林家第一的天才 才是我赵盈盈真正轻悟的男 狗男女 真是不自量 本少爷作为林家少家主 骆成林是第一天才 别说本少爷玩了你的新娘 就算玩了你的老娘 你也得乖乖受着 你们会走天前的 还敢咒 是为你点净 是你的恩赐的吗 可不如去 还敢咬我们去死吗 燕燕 我们去马车上玩吧 走 还是横哥会玩 我救什么死了吗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一念生死 一念绝 天地造化 炼鸡篇 这是什么 我的神魂怎么会 参业进这炉顶里 无奈炼天 如今你我已荣为一体 只要你以身为炉 精进修炼 日后不但能吸纳万 更会成为凡天炼道的 最强修行者 苍天之眼 苍天之眼 天道显化 这可是数十万年来 都没有出现过的事 莫非 有天命之子 降世 这是由逆天之人 出世啊 天地 要打乱啊 这个祭园 又要终结了吗 天道 显盛了呀 天道 果然以某个人 而显化于世 想来 正是天命之子 无疑了 就是他 天命之子 有难 清雪 你唯我补天教 长老 速去相助 务必将其安全 带回补天教 是 教主 飞烟 在 你是我补天教 圣 也一同去吧 天命之子 唯我叫圣子 你可与他 结为盗鲁 还挺俊俏 天命之子 倒是有资格 成为本圣女的夫君 我没死啊 炼天奴 就是你救了我吗 这么神奇 那就让我将你纳入石海 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炼天奴 收 原来 炼天奴 约寒一门至高功法 混沌炼天精 跟炼化天地灵粹为己用 太强大了 这力量 保复连藏天都能炼化 家族发放的聚灵带 还是最后一个 如果让炼天奴 炼化丹药 会不会更强 这灵力 要逆天啊 第一层 炼精化气 第二层 神妖巨族 第三层 丹田归序 第四层 地造乾坤 丹田 好 这么快 不仅重开了我这具废体的丹田 修为还直接突破了炼体器 这就是炼体原版的实力吗 炼天奴果然逆天 有了它 终有一日会成为无上强者 丹田归序 赵新鸯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对我的羞辱 我将百倍千倍的还给你 所有欺辱高的人 都会付出代价 银银银 咱们家每月只有十颗聚灵丹 不然还要靠单要修炼 你不能全拿走我 它一个天生废体的大废物 要什么丹药 聚灵丹给了它 就是暴体天物 狗吃了都比它几 你怎么能这么说它 它可是你的夫君 你还还给我 还给我 我就这么说它怎么了 一个废物 还不让人说了 不仅它是个废物 你也是个老废物 以后家里的丹药 就都是我的 有了这十颗聚灵丹 我应该就能练成练气镜吧 赵盈盈 灵丰 你居然没事 找死 这废物居然有这么快的速度 这还是灵丰吗 谁还敢打我 敢羞辱我娘 还抢我丹药 打你都是轻的 这不可能 这还是废物灵丰吗 灵丰 你可是说过 谁让我嫁给你 成为你的娘子 你的丹药就都是我的 快给我拿来 还有里面说是我的娘子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如此无耻之人 怎么这么大力气 你这个废物 竟然突破了连几一尘 富儿 别冲动 你和盈盈刚成婚 几颗丹药而已 何知闹死闹活的 娘 你不知这个贱人 做了什么无耻之事 他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儿媳 他该死 灵丰 你快放开我 我快要断气了 救命 救命啊 临风 你干什么 这位大哥 临风 杀了我 刚结婚就要杀妻 临风 你莫不是昨晚没满足了新娘子 被子老塞不动 然后恼羞成怒了吧 不行你就说嘛 我们兄弟可以帮 没错 我们兄弟俩肯定能满足你新娘子 说不定还能生个大棒小子 留个后呢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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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家奴 呢 可凭一而在地下犯上引奴妻子 我就欺欺你了 你能怎么着 Couple 其我者 cob 死 给我死 还敢动手 我们兄弟俩 都是炼气静衣宠的修 就凭你这个炼体静的废物 不怕连我们的护体灵剂 也破不了吧 炼气有毒吧 给我死 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这么强 你竟然一拳 就真碎了我们俩的心脉啊 这怎么可能 你不过刚刚突破炼体大城 竟然一招就打死了两个炼气一种 这可是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娘 不是在做梦吗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莫非我的炼体大城 要比一般的炼体大城强上许多 连炼气静都能一拳打死 炼天魔 混沌炼天精 果然一天 赵盈盈该轮到你了 快住手 你已经杀了两个人了 不能再一一骨刑了 盈盈盈 她现在是你的娘子 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十二夫君 求你饶我一命 我以后再也不背叛你了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过日子 求你不要杀我 这可贱人 还好意思说是我的娘子 今天我就羞辱你 现在给我滚 我饶你一条诫命 好 我这就滚 这就滚 林峰 别以为能打败炼气一虫就多能耐了 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恒哥和家属收拾你 父 你怎么这么冲动 娘 放心 这个世界实力之上 力未尊 我现在已经可以修炼 等我实力强大起来 看谁还敢收拾你 只一枚巨灵弹 就能让我直接炼体大成 真正实力更是远超同情 炼气竟都能一群大死 将这十枚巨灵弹全部练好 我的实力不知又能提升到何种程度 林峰 家主要见你 跟我走一趟吧 家主 太长老 今日早上 切身好心要给婆婆请安 可林峰就像发了疯似的 要掐死切身 这两位大哥好心为切身鸣不平 也直接被林峰打死 请家主做主啊 把这两个人抬下去 葬了吧 他不是天生废体吗 他怎么能打死 炼气一重修为的家丁呢 怪了 这废物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一日之内还堵不到炼体大成 也罢 小小炼体大成而已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 林峰 这多好的娘子 你怎么忍心掐死他 你还往上 家族两个下人 你好大的打字 林峰 我本以为你只是修行资质费 没想到连心性也如此态度 大人 给我将这孽术打入地牢 加速刑法伺候 家族两个刑法 极其残酷 结局就算不死 也得推增品 家主 峰儿不是有意的 看在徒族勤奋上 就饶他一命吧 娘 不用求他 敢问家主 我何罪之后 混账 还敢冥顽不灵 参杀家族下人 刚刚成婚 就欲杀新婚发妻 你还不知罪 我林家怎么就出了你这样的孽障 这两个家奴以下犯上 以奴欺主 难道不该死吗 还有他 新婚之夜 给你的好儿子思聪 不该死吗 你什么 这就是重罪 这 你竟然污蔑于我 昨日我一直闭关修炼 从未外出 爹 您是知道的呀 你确 恒儿昨晚一直在闭关修炼 果儿天字横溢 品心端正 怎么会做出这等事了 对了 告诉大家一件喜事 果儿 林恒 已经通过了 补天教外门弟子的考核 即将会成为 补天教外门弟子 你这孽畜 一定是你嫉妒我儿 成为补天教的弟子 果儿栽赃苟现 什么 林恒先知 通过了补天教 外门弟子考核 没错 我今日一早 我就收到 考核通过的通知 不是 我将去补天教报到 太好了 补天教可是 天下四大圣体之一 邵家主 你以后成为补天教弟子 那我们林家 以后就飞往腾达了 哈哈哈哈 林恒先知 不愧为我林家的麒麟儿 百年来地狱天才 恒哥好厉害 比某个废物 长一万倍 林凤 我看你是嫉妒我儿天赐 故意污蔑我儿 来人呐 跟着孽畜压下去 等等 爹 将他压入地牢 受点皮肉之苦 岂不便宜他了 这等废物 根本不配做我林家的子弟 我提议将他逐出族土 变为家奴 没错 还敢污蔑邵家族 吃灯心性 歹毒的废物 不配做我们林家人 将他变为家奴 我林家弟子待遇优后 每月都有十颗聚灵丹 以助修为 这么多丹药吃下去 就是给头狗 也堆出个练气劲的妖兽了 可林凤呢 居然还在练体初期 这个废物 你真是我林家的耻辱 好 说得好 养他 还不如养一条狗 那就将他逐出族部 养为家奴吧 不 家主 求您 看在土土其父上 你扔风儿一力吧 今生日后 一定好好拐教他 娘 你快起来 他还不配让你给他磕头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的 灭初 还敢口出狂言 还想让我们后悔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 你子 你怎么就这么倔 你还不跪下 向家主求情 你知不知道 被骗为家奴 你这一辈子就还了 娘 求情有什么用 四十岁的女人 还挺有风韵的嘛 想要求情 可以 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做我的戏事 我就饶了你废话儿子 你 怎么样 夫人 你也不想你儿子 给变为家奴吧 你 我同意了 娘 明智的选择 美人 今天晚上 咱们就入土房 恒哥 还有人家呢 你 欣雅 你放过风儿 我才为难她 我什么都答应 娘 你愿意 给我生儿子吗 我什么都答应 娘 既然你答应了 做我的妾室 林峰 他也算是我儿子了 我当爹的 怎么会难为他呢 是吧 儿子 叫一声 爹听一听 不跟好样的 平和 杀了你 这肥膜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死吧 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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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气都是不小 但是在爹面前 还远远不够 林峰 你拿什么跟我动 你就乖乖地做我儿子吧 我死也不会抱怀你的 死 我怎么可能让你轻易地去死 林峰 昨晚的好戏够精彩 够刺激吧 今天我要让欣赏欣赏 更精彩的 你 想想都刺激了 爹 您给的任务过于反重 我先去办了 去吧 走吧 没人 走吧 娘 放开我娘 报 捕天教长老苏清雪和圣女李飞烟 即将驾临我林家 什么 捕天教长老和圣女 捕天教少代圣女苏清雪 那可是修行第六经 合体经的大脑 这种大人物 怎会来我小小的林家 世尊 前方就是林家 天命之子 我未来的夫君 徒儿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他 到了 什么 捕天教长老和圣女 当代圣女李飞烟 纯文他有顶级修行包体 太阴神体 乃是捕天教万年一对人才呀 年仅十七岁 就已经突破修行第三境金丹剑 比咱们大家主还高一个境界呢 听说容貌更是清国清城 号称天下第一大美女啊 难道真的是来接我的 我一个外门弟子 也没有这么大面子吧 好美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苏长老李胜女啊 我心事容缘 即日有些木头 果然名不虚传啊 参见苏长老 请来吧 谢苏长老 何事劳烦苏长老和李胜女 亲领我林家 我临时一族 一定赴苍逃火 在所不辞 来寻天命之子 本圣女的未来夫君 来寻天命之子 本圣女的未来夫君 什么 天命之子 难道昨晚天生意象 苍天只言显化 是有天命之子现世 还在我林家 据古迹记载 天命之子 乃是上苍眷顾之人 未来注定能踏上 修行巅峰 正道成帝 欲助天 难道我林家 要出一位大臣啊 昨夜 前生意象 从天之人行献 你不会是因我而起吧 离圣女 咱们林家 谁会是真命之子 这还用问 肯定是少家主 我林家的第一天才 天命之子 舍他其谁 天命之子 必是我而 我而林亨 有大臣之子 难道 真的是我 我将成为 补天教圣子 眼前 这天下体美人 李飞燕 也将成为 我的双手道驴 林冲 你看见苏长老 和李圣女驾到 你还不想想跪拜 大胆 本身 你的未来夫君 也是你能训斥的 他身上的伤 是你造成的吧 蝼蚁一般的东西 找死 我 死了 不愧是金丹定的强者 随手一计 就有如此的为师 不愧是 补天教的圣女 李圣女 这是何故啊 你说 林峰是你未来夫君 难道他是 天命之子 不错 这样是他 是林峰 这是林峰这废物 不是我而林衡 林峰这个废物 会是天命之子 开什么玩笑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根本不是天命之子 我不信 林峰 我的未来夫君 我终于见到你 随我一同回补天教 以后请多指教啊 姑娘 你没认错人吗 我是天命之子 炼天舞 混沌炼天锦 以炼天为炼 号称可炼藏天 我修炼方式 也是炼化天地灵醉 以壮其身 这妥妥的逆天行 自食天道 恐怕灭我都来不及 会选我做天命之子 不会做 就是你 怎么 看你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 难道你不喜欢我 不想跟我结成道理吗 没有 姑娘天姿绝世 犹如天上下凡的仙子一般 我当然喜欢了 喜欢就好 小子 准备一下 随本座会补天教 寄人圣子 择日 本座就安排你和飞烟成婚 上楼 正宁 他就是一个废物 你们不要被他蒙骗 林峰他就是个废物 他修为十几年 浪费我林家无数个弹药 修为才看看炼体大成 连炼气径都没突破 修他 怎么可能是天命之子 是啊 林峰就是一个天生废体的大废物 林峰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修炼十几年 连炼气径都没突破 我是还没有突破炼气径 但是 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就是个废物 宿长老 李生女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儿林峰 才是林家第一天才 刚刚通过归校的考核 马上就成为 补天教的外门弟子了 若林家出现天命之子 那就是我儿 你们再确认一下吧 能成为我补天教的外门弟子 天资确实还算可以 但要想成为天命之子 他 还远远不配 一帮无知繁衣 天命之子受上苍倦谷 怎么会是天生废体啊 古往今来 所有现实的天命之子 无意不拥有 天下最顶尖的修行宝体 根古天资 今世无双 横压当代所有天教 丁峰之前无法修行 只是体制还未觉醒 可就在昨夜 苍天之言显化 他的体制 必定已经觉醒 就让本座来看一看 此世的天命之子 具有何种修行体制 定然是不弱于我太阴神体的顶尖体制 甚至更加强大 说不定会是荒谷圣体 混沌神体 此等传说中的无上道体 一拍 尽管是天生废体 尽管是天生废体 没有任何特殊体制 怎么会这样 什么 他是天生废体 这怎么可能啊 师尊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的法眼不会看错 可这不可能啊 天命之子受上苍卷了 跟古天资无一不远超凡俗 你到 教主 算错了 果然 我一个穿越者 还拥有炼天如此的逆天之宝 怎么可能会受到天道垂浅 成为天命之子 哈哈哈哈 我就说了 他就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天命之子 哈哈哈哈 就他这废物啊 要是能突然变成金氏天才 捉都能上书了 哼 就算我不是 难道你就是吗 或许真是我儿 苏长老 你再看看我儿的天资体制吗 或许他真的是你们要找天命之死啊 看看也无妨 先天灵体 太好了 我儿拥有先天灵体 先天灵体 可是天下 顶尖的修行宝体之一 对天地灵力 极为亲和 号称天下修炼速度 最快的修行体制 凌晨先知 竟然拥有此等无上的宝体啊 上本座 祝你一把 练起七重 给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而且 我对灵力的感知 提升了好多 就算我不修行 我的身体 也四空慢慢在吸收灵力 果真是先天灵体 此前 对樊胎浊气所媚 本座已助你觉醒 今后你的修行 会一日千里 今次 多谢长老 先天灵体 乃天下修行最快的体质 看来 教主真的算错 天灵之子 天灵之子 不是他 而是你 天灵之子 兜兜转转 果然还是我儿 我儿临行 有大成之子 将来必定正道成帝 鸿玉出天 雷恒之儿 天赋绝世 未来必成大帝 带领我林家 鸡犬升天 我林家 未来将成为一方的地图 环城迁徒 勇垂不休 雷恒 你可愿为我叫圣子 何与飞烟 结为道理 弟子 愿意 我不愿意 师尊 此人心术不正 我不喜欢他 也不是没看到 咱们刚来的时候 他搂着那两个女人 大白天的 就说入洞房了 那个 飞烟 他们是刚我纳的小妾 你要是不喜欢 我修了便是 对对对 都修了 不必了 世俗男子都可三妻四妾 更何况未来要成道正帝的 天命之子 飞烟 你说要胡闹 你应该知道 天命之子对于我补天教 意味着什么 你与天命之子的姻缘 是教主亲定的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你 有的 你若不愿 我可帮你 你帮我 他可是拥有先天灵体的天命之子 你一个天生废体 修为连练气劲都达不到 你拿什么帮我 我师徒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废物插嘴 滚开 林峰 你是不是还对飞烟有非分之下 告诉你 我才是天命之子 飞烟未来的夫君 就是一个废物 还没想处理证明呢 你叫你真废物 连捧狗都看不上 天命之子算个屁 我要和你生死决战 可敢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废物 跟我生死决斗 你要跟他生死决战 你疯了吗 你不会被自己傻了吧 鸿哥可是恋技七重的修为 我看你是活得不大烦了吧 一切先天废物的废物 也妄想挑战天命之子不自量力的东西 我就问 干还是不干 木儿 你可不要活着了 有什么不敢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我若不能用一根手指 把你打成死狗 老子就叫你一声爷爷 鸿哥 对付这种废物 何须你动手 我就帮你解决了 也罢 这种废物 根本不配我出手 林征大哥 可是练弃三重的修为 林峰这个废物 恐怕连一招都抵不过吧 林峰 只要你能让我退一步 就算你赢 练弃三重 很强吗 聚灵丹 林峰知己吃丹药 有什么用呢 聚灵丹可是要通过 整整七天七夜 方可练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你不会是想要靠着 区区一枚聚灵丹 不过练起技能 风翻盘吧 居然妄图靠一枚聚灵丹 提升境界 简直吃人说梦 畜生 又浪费我足一颗丹药 我足的规矩 他要改一改了 将这种助手 就不应该分法担药给他 浪费家族资源 我看这捧事好歹的废物 又在故隆宣戏 混沌炼天机 炼 炸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兵啊 什么 炸 什么 他突破了 练起镜 怎么可能 他明明今天早上 刚刚练体大臣 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 又突破练起镜 奇怪 这么一会儿 居然已將聚灵丹 劣化 休為十几点 浪费我林家 无数担药 就算给他猪吃 也能突破练起镜 吧 他能突破 稳输巧合 不足为怪 靡風 你突破练起镜 又能如何 你不过区区练起一丑 我可是练起三丑 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强者 我林家基础灵机 冲灵犬 一致小城之境 不错 此前一出 你不死 你也得受重伤 飞舞 爬下吧 该爬下的人是你 林真大哥的冲赢群 林峰之飞舞居然能顶这么久 凤儿赢了 就这 也配成强者 这飞舞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 林真大哥 竟然败了 你这个飞舞怎么这么强 我怎么 右臂完全粉碎 猎骨也断了树 这是林峰一卷造成的 肉鞋经过锤炼 不同兵人都不可伤之 这小子再会让他伤得如此之重 他才练起异中了 林真可是你的同族兄弟 不过想跟你抵视切磋而已 没想到你出手如此凶狠 你太带毒了 切磋 他一出手就想置我于死 如果今日败的人是我 你们一定不会放过我 我是吗 你练起一重 血两重小精精 一击将练起三重 继承重势 厉害啊 连我在刚刚突破练起一重的时候 都做不到如此 没有使用任何灵机的情况 只难一击 力道起码有五千斤 这都快和练起四重相提 一切废体竟有如此蛮力 废不属死 你这个废物 我怎么会输给你 恒刚 我不甘心 不过有把子蛮力罢了 在我眼里 你依然是个废物 林峰 你能打败林真我就不信 能打败我这个拥有先天灵体 炼起七重的我 给我来战 等的就是你 林峰 今天新冲旧战 我要和你好好算 即使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军灵丹海上九颗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全部凉花 又能不能将我的实力 提升到打败林峰的点 不管信不信 我现在都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躲一把 还需要林峰是咱要 少死吧 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 为什么不受控制 无妨 先天灵体刚刚觉醒 灵力尚且不稳 瞧西处个时辰便可 此时 莫要再动领域 恐会影响根基 鹏儿 快去挑戏稳固 我有影响的根基 也罢 林峰 那就再让你多活几个时辰 等我稳固灵力 再娶你功力 正好 过几日是我 林家租笔大会 我鹏儿也要去补天教 那就提前两天举行吧 都长老 李生女 今天让你们见笑了 辛苦两位 再林家小气两日 陆长老 这边请 世尊 您先行 我随后就到 凤儿 你糊涂啊 你怎么能跟林恒约生死决战呢 明日足弊大会 他并不会放过你 这个人如何虚号 我教教主曾说过 天命之子 一生无敌 同皆称资 就算遇到秀为远朝自身的对手 往往也能化险为夷 甚至反杀 因为天命之子 受到上苍倦骨 与他为敌 就是与苍天为敌 就是被你天道 你和他秀为差距这么大 林峰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我可保你一命 我一决 被你天道 我有炼天奴 你就是他天 家族发放的军灵丹 就剩下这就隔了 炼花下试试 混沌炼天精 炼 炼花下试试 十算 九颗聚灵丹 请指将我的秀为提升的炼器三重 连炼器中期都没有的 炼器境界 越往后每一重实力插局于他 更何况 联合秀为已达到炼器后期七重境界 就算我修炼了混沌炼天精 真正实力远超统经 但是单凭炼器三重的秀为 我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没了丹药 修为就不能继续提升 向家族讨药 肯定不会给我 反而还要遭受羞辱 该怎么办 李姑娘 李姑娘 你在吗 爸 李姑娘冒犯了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你 你 救我 好冷 好难受 怎么回事 难道是 中的那种毒老 难道是 中的那种毒老 混账 在对非烟做什么 哎呀 这个苏长老 叫我干嘛来的 我刚进来 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好像是中毒了 暂且让本座 把非烟压制 他不是中毒 是原因之火发作了 阴火发作 非烟的太阴神体有缺 阴火时不时会发作 以前都是教主 要化神经 无上修为 强行放起压制 虽然这个时候发作 现在回去找教主 也来不及了 好难受 我原体内原因之火 越来越胜了 若不现在帮他解决 我有性命之危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个废物能帮上什么忙 你妈给我滚出去 就要玷污我叫圣女 林鸿 速来 长老 换我何事 非烟太阴神体 阴火发作 本座的修为 难以帮他压制 如今回去 找教主也来不及了 北京之际 只有你们男女和烈 阴阳调和 帮他去除体内阴郁之火 方能保他性 和烈 是我 自然 你乃天命之子 早晚都要与非烟 成为双修道路 提前和烈也无妨 师尊 不要 我的太阴身体还未带着 若现在失去原因 突然未来 可就道徒惊毁了 糊涂 道徒重要还是心灵重要 林鸿 喊快点 你 你去门口守着 我要让他人靠近惊扰 北京 为父来了 慢着 慢着 长老 我违法 即使不进行狠练 也可去除 李姑娘体内的原因之火 不但可救起性命 还可保其修为 你有屁的办法 你是不是存心嫉妒于我 杨克一阻挡 我与非烟和恋 林芳 你是不是对非烟 还有非分之想 我告诉你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痴心妄想 原本作都 但喝不了太阴身体的阴郁之火 一介废体 在这里说什么大话 我可以幸运的吗 如果救不好 随你处置 石子 不如就让他试试吧 托儿 托儿真的不像是菊 事到如今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好 本作就让你试试 但说你救不了非烟 我定让你神魂俱灭 好 但如果我救了他 我需要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 不过 我的方法比较特殊 需要非烟姑娘 退去衣裳 退去衣裳 长老 非烟可是我的和联道理 你 这 好了 非烟若能保住原鹰 待他修为更进一步 他因神体大成 再与你双修结合 对你也大有好处 你先去外面守着 是 李姑娘 有我再不用担心 尽情的释放你天内的阴雨邪火 万万不可克制 不然 请作千功尽弃 重则我们性命干扰 那姐有劳林公司 为何连本作业出现了数百年 都为资深的归入血 这小子 你用的是什么外面邪道功法 连火都被影响 但现在总之恐怕不行 万一非烟走回路魔 那就完了 算了 谁信他一回 还好会做功力深刻 可以自我压制 算不了什么 想不到 炼天炉 运用以阳制阴指导 竟将这太阴雨邪火 淬炼成了圣阳真气 都经炼化后的真气 竟可为我一惊细碎 李姑娘 你体内的原因之火已继续多年 现在去除 恐怕你短时间内将难以适应 我感觉好多了 多谢林公子 不会是太阴身体 自身的阴侯 果然厉害 林公子 真的解决了 太阴邪火 连我合体禁修为都奈何不得 小子竟然用了什么方法 就这样解决了 此功法无关修为 只是我的功法比较独特罢了 李姑娘 日后 若你再生邪后 大可来找我 我的功法肯定要比你教主强 放肆 竟然对教主不敬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信口此话 我看你就是别有用心 轻薄我脚身 我只是想受死罢 你这是在干什么 林公子可是刚刚才救了我 他是救 但他也轻不 当死 算了 我刚刚已经严明了救治方法 你可是同意了 世尊 你若自然将丑不 你若到心逼迫 你若要杀他 救起先杀了我 你若要杀他 救起先杀了我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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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座今天就找他一命 明日林家族比大会 林恒也不会放过他 就让这废物多活一晚 现在苏长老不杀我 那刚才成龙的灯药 可否给在下 拿去吧 滚吧 多谢苏长老 李姑娘 你好好休息 告辞 李宝 李宝 你到底非言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他是我的双手道理 还动他一根手指 我绝不能放过你 岂止是一根手指 我全身都碰了 你又奈我何 杀了我 我们不是已经不死不休了吗 林恒 明日族比 到底怒死身手 不足得止 天风 我不讲你随什么断 我事不为人 清灵丹 太后 这可是上品丹药 比下品的聚灵丹 不知道好处多少 若是服用了这些丹药 不知我的羞恶 继承到何种地步 修行一道 共分为练器 筑基 金丹 元英 出窍 合体 化神 大招 帝尊 九大清洁 有炼天卢在 终有一事 我将超越大招 成为无上帝尊 踏上万界巅峰 炼器 九重巅峰 还差半步 就打筑基之警 集园一道便可图包 混沌炼天经中 记载着 九十威力逆天的 无上神道 第一是遮掂大手 有一颗神 现在我的真正是你 就算面对 珠基巅峰强者 恐怕都有一阵之力 妈妈 妈妈 娘 族陪大会已经开始 丹荷尘在演武场 等着你 杨烨今日必杀你 他是天命之子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还是赶快逃吧 娘 放心吧 我已经今非昔比 所谓天命之子 在我面前 不够吐鸡瓦口 不堪一惊 我林家族笔大会 鲁年轻已被两两轮流切磋 我而林横这一组 弟子全都认输 唯独剩下于我而定下 生死决战的林峰了 这废物在哪里啊 他这废物 就只会说大话 怎么可能敢跟横哥 真的生死较量啊 这个废物还敢来吗 谁说我不敢来了 林峰你还真的敢来啊 我还以为你当做的乌龟讨论呢 林峰既然来了还能滚上来受死 林峰你还试试输吧 林横我可以同意嫁给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放过林峰 可好 我乃天命之子 放过他一条狗命也不是不行 我要让他跪下喊我一百声爹 磕一百个响头 怎么样 你娘本来就是我的妾室 你本来就是我儿子 给我跪下来磕头喊爹 这条件不过分吗 不 不过分 风儿 你还是听他们的认输吧 伯三 你的命就不保了 让我认输 就这种了 那几 不配 林峰 你说什么 死套林峰 还敢笑着 灭树收死 本座修行了数百年 狂妄的天才见了不少 但如此狂妄的废惨还是头一次见 这个废物上台都费劲 还敢跟林横大哥一决生死 不知死活的东西 大家看 还像不像一只疯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是像 他就是一条狗 一条废狗 哈哈哈哈 废狗 也像狗一样 不 林峰 我给过你机会 既然你找死 那修怪我不客气 老子就成全你 你 炼七八重 横哥突破了炼七八重 炼七八重 怎么会如此之快 你昨日他才刚突破炼七重 一晚上又突破一层境界 不愧是天命之子 天底下修行最快的先天灵体 天父果真妖孽 哈哈哈哈 我横啊 天父今是有大成之子 没错 我有先天灵体 我是天命之子 未来 我将正道称帝 欲捅朱天 林峰 你还不乖乖跪下临死 你能死在未来大帝的手中 就你这废物 足以慈傲了吧 哈哈哈 欲捅称帝 统治朱天 恐怕你是抖不到这一天了 因为今日就是他死期 还在说大话 什么 这 这是练七九重 不可能 他昨天才刚刚突破练七一重 不过一夜的时间 连恒哥也只突破了一重境界 他怎么可能 的确是练七九重的修为 怎会如此 而且这小子 到底练了什么功法 之前 连我都未曾看出 不对 他的修为还在增强 他 他还在突破 还要冲击助激境 突破了 助激境 真突破了 短短两日 他真达到了助激境的境界 这还是废武林峰吧 这还是废武林峰吧 藏天之眼又出现了 我非是林峰的修为 突破了助激 那非教主没有算清 而天命之子 真是林峰 是绝对不可能 我有限天灵天 我才是天命之子 怎么会是你这个废武 哼 我是废武 但你又是什么 我才是天命之子 真是助激境 十八岁 他才十八岁 就练成了助激境 这个洛城从未出现 就算我 也是五十岁之灵 才能练到助激境界 我才年仅三十岁 才达到练迹三场 他要是废 我要算什么 他明明是天生废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假的 这都是假的 林峰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突破助激境 受死吧 这个废物怎么变得这么强 这天龙向脚 沐尔赢了 现在信了吧 你羞辱我 还羞辱我娘 你要 还要怎么做 你才能见我心头之恨 大 疯尔 林峰 你 为了我丹田 毁了我修行 你 你不是很喜欢 叫人废物吗 那我就让你尝尝 做废物的子分 邵家主的丹田被他踩碎了 先天灵体丹田与常人不同 若是被废 我把苦难恢复 可惜了 我 我 彻底废了吗 我 林峰 你让我做废物 不如让我去死 我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死 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死了 未免也太过简单 我让你这一辈子 都做一个废人 下半辈子 你就做个太监吧 老夫要杀了你 林峰 林峰 老夫要杀了你 林峰 死 你敢 林峰引动了苍天之眼 他就是天灵之死 我补天教的圣子 本圣女的未来夫君 谁敢动他 死 假如 是一致死 就算你杀了林峰 也不济于事 后期我们林家 也已经失去了 拥有先天灵体的 林肯显制 再也不能失去 林峰这个天命之子了 天灵之死 我为祖处也出现你们天灵之子吗 林峰道人 你怎会出现在此 你 你怎会出现在此 苏师妹 你能在这儿 我为何不能在这儿 真烟 好久不见 蕭天龙 大圣境之一的 你会变了一位天命之子吗 也是 我估计 你也是推算出 有天命之子 现世才会来此处吧 但是林峰 是我们补天教先找到的 林须 你来吧 他是天命之子 就这猪鸡一虫的废物 笑话 天命之子 明明是我祖天龙 什么 你说蕭天龙是天命之子 不可能 刚刚林峰突破铸鸡境 天道有感 苍天之眼现实 乃是我们亲眼所见 天命之子就是他 怎么会是蕭天龙呢 非烟丫头 亏你还是 不天教圣女 也不动脑子想想 天道乃是何等崇高的地方 就这区区铸鸡境楼影 突破个平静 怎能触动天道 简直是夸天下之大忌 哈哈哈哈 林峰的身份 是我教教主 轻自推远而出的 你说蕭天龙是天命之子 你有何证证 为教墨教主 化神之尊 实力确实非凡 但推算之数 他岂能比得过天机老人 天机老人 你说是天机阁内的长老 不错 正是这位老阁主 他亲口所言 天命降临在天龙身上 我图天龙就是此世天命之子 岂能有假 天机老人 化神巅峰尽大能 天下第一挂尸 所推挂降 绝不会有错 天机老人的推算之数 的确远在教主之上 难道天命之子 真的是萧天龙 怎么会这样 天命之子 天命之子 不是你 你是废物 你依然是个废物 就算我不是天命之子 修为却已达铸鸡 而你却是个彻彻底底 连卵蛋都没有的真废物 你 林峰 你不过是一个天生废体的大废物 能突破铸鸡 不过是踩了狗屎鸡 得了什么机缘 吃了什么天才地宝吧 有什么好得意的 天生废体 如此废物 也敢妄成天命之女 可笑 李圣女 既然这废物不是天命之子 你就没有理由阻挡我报仇了吧 李圣 林峰 你回我儿 今天我要你罪十万多 爹 爹 傻子 为我报仇 爹 恒儿 你放心 今日爹 定让这小畜生千刀万刮 为你报仇雪恨 怎么 打了小的 老的要亲自动手吗 老东西 林家族笔规矩 旁人不得插手 看来 你这是连老脸都不要了 偏袒亲自 妄顾族 按照族笔规矩不合事吧 也配做林家家主 李圣 你还敢放肆 我儿本是先天灵体 乃不是出的天才 是我林家崛起的希望 今天被你生生毁了 你还不该死 你就是我林家千古罪 今天本家主要清理门户 你 住手 就算林峰不是天命之子 那也是本侍女的救命恩人 你动她一个试试 她有先天灵体 果然是先天灵体 虽然她的丹田以碎 但先天灵运还在 天龙 你吸收了她的先天灵运 你的万圣道体 就可以彻底达成了 大佛铁邪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武道成义 吸收先天灵运 林徐 你居然让肖天龙 也吞灵天弓 那可是魔门邪术 四大圣地 明令禁止的禁术 什么魔门邪术 我图天命加身 受天道庇护 所行所修 皆是黄黄正道 年轻人 你可愿意将你的先天灵运 奉献给我图天龙 你的丹田以沸 先天灵运对你毫无用处 不如送个人情 你看如何呀 你只要答应 想要什么 本圣子都可以满足你 好 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要你杀了他 我要让他灰飞烟灭 永世不得超生 简单 废物 听见了 还不立即滚过来 跪下临死 肖天龙 你敢 林峰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不能杀他 李飞烟 你可要想清楚 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废物 与我为敌 我图天命之词 代表着天道 与他为敌 就是与苍天为敌 苏师妹 莫非你是 想要与苍天为敌吗 狮子 废物 今日 没人能救得了你 还不立即滚过来 跪下临死 让我跪下 你算老挤 你有什么资格 让我下滚 楼椅一样的东西 还敢问我有什么资格 我就告诉你 我有什么资格 这个世界 实力至上 强者为尊 我是强者 你是弱者 我让你跪 你就得跪 我让你死 你就得死 这 便是天道法则 天 就是这么个道 天 就是这么个道 那这天道 不要一棒 放肆 区区楼椅 你敢对天道不尽 就凭此话 让你死一万次 都难受其罪 本座修行计千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人 还是个废物 好笑 好笑至极啊 让肖胜子亲自出手 凌风 我看你这次还不死 区区废物 和老肖胜子亲自动手 老夫就可以一箭斩了打 为玩报仇学恨 也好 不错 杀这种蟒椅 确实捂了我的手 凌风 给我拿蜜蜜 杀了他 为我报仇 青云剑法 这是我竹的镇竹灵迹 青云剑法 家竹本就有铸鸡九重修围 又用出了青云剑法 而林峰才刚突破铸鸡 他拿什么抵挡 唉 必死之居啊 杨主 我求你 饶风儿一命吧 要杀你就杀我吧 你 你还敢替他求情 今天不止这个废物要死 你这个老东西也得死 肖胜子乃天命之子 他的意思就是上天的意思 上天这个废物死 这个废物就不得不死 没错 我义 即是天意 我要他死 谁敢让他活 天要灭我 人要杀我 我便杀人 天若灭我 我便灭天 这老天若是真的要杀我 那我便把这天捅碰枯弄出来 区区一个蝼蚁也敢狂妄逆天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嚣张跋扬 口气倒挺狂 可惜 自成实力不匹配 注定是个笑话 这小子太狂了吧 天高地厚 凌风 废物 死到临头 还敢狂猫 拿敏乱 该死人是你 可惜 这是什么灵纪 庞大的威士啊 这是什么灵机 仅仅让我都感到心机 至少也是一门上品灵机 或许是更厉害的术法神通 这小子有点东西 灵机还算不错 可惜弥补不了修为境界的差距 上品灵机又怎样 老夫助击九重修为 你只不过是出破助击 拿什么跟老夫动 去死 菜主 什么 风二营啊 怎么可能 家属是助击九重 林家丁高手 怎么会被林峰一场打败了 助击一重跨越八重境界 一招击溃九重 这怎么可能 就连我图天龙 也做不到如此境界 一介废体间有如此实力 匪夷所思 林峰公子 总是这么出人意料 练天九十第一时 折天大水 威力果然强悍一天 冰峰 你这废物怎么会那么强 我若是废物 那你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容易 家中雨灭了 姐 家中雨灭了 想我好好的林家 就会闹到如此境地 林峰 你敢杀我地 小小子 赶紧出手 为我的报仗 杀了林峰 居然看走了眼 你这小小蚪蚁 还算有点实力 不过 在本圣子面前 你依然是个蚪蚁 死吧 死吧 小天龙兄 喜致原因三重 比我都高上一个大境界 隆风危险 这就是因为英镜王 比我高了两个大境界 好强大的魅雅 气势 从释放到了石城 这小子 家能战争 罗姨 跪下 这气势余波 竟已经有如此威势 无愧是天命之子 万古第一天脚 当真 恐怖如斯 让我跪下 你 不配 什么 他竟然能顶得住 萧圣子的威压 萧天龙可是原因三重 还是万圣倒体 其实力远超统进 他的威压 金丹巅峰 恐怕也靠空不了 林峰这小子 你这天命之子 也不过如此 可恶的费用 你能挡住我的全部 我一样 就不行 你还能挡住我全力一击 助击一宠的修为 能扛住我三成的一样 还算不错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罗姨 死吧 疯儿 林公子 死了 死了 他死了 这个废物 终于死了 这小子确实有些令人惊讶 但我图出手 岂有意外 这小子就是咎由自学 楼椅终究是楼椅 翻不了天 就这么容易死了 就这么简单 不 不能这么简单 小圣子 赶紧出手 将他 将他错骨扬灰 将他的魂 他的魂飞魄散 这个废物 连本圣子也很不爽 确实该将他 错骨扬灰魂飞魄散 魂飞魄散 可是连轮回转身之际都没有 萧天龙 他已经死了 你还要让他魂飞魄散 你太过分了 好过分 李飞烟 看来你很在乎这小子呀 要不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留他一个全尸 放过他的魂魄 怎么样 什么条件 简单 我要你 做我的侍切与我属 将你太阴神体的原因 贡献于我 我属天龙乃天命之子 未来驻江正道成定 丫头 你能做天龙的侍妾 乃是你的福分 机会难得 可要抓住了 让飞烟 做一切事 怎么回事 他没死 不可能啊 你这个小子 居然还活着 救你 也配 救你 也配 他竟然没死 怎么回事 他没死 风儿 你怎么样了 林峰公子 这小子 承受了我全力一斤 居然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小长子 再给他一下 彻底将他诛杀 屈屈蝼蚁 命还挺硬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几条命给我死 不要 古天法旨 是教主的法旨 清雪 飞鹰 本座推算有用 天命之子 并非大下落成之人 而是杰天教香天龙 但落成此人 命格起 务必将之带回补天教 谨遵教主法旨 教主让我们把林峰 带回补天教 太好了 林须 你也听见了 我叫教主法旨 林峰必须马上跟我回补天教 你们不能傻的 就算你补天教教主 即使补天教教主法旨 那林区自是不敢不曾 师尊 先吸了他的先天灵运 七七四十九计 早为上策 废物 算你运气好 我今日暂且放你一马 李飞燕 你给我等着 你的原因 草案都是我的 小天龙 你今日之辱 我记住 装有一事 我会分毫不胜地去回来 师尊 刚才为何阻拦我 我是天命之子 补天教教主又如何 他安敢逆天 化身法旨 俊涵化身真意 我阻天教与补天教 永多有不和 万一那苏清雪 拿着法旨发难 与逆天而行 将你扼杀铲除 为师也难以抵挡 你虽然是天命在身 但一直没有成长起来 凡事 还是谨慎点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啊 补天教与我阻天教 教义相悖 纷争数十万年 带我正道成帝 丁教灭了他补天教 听说那补天教教主 也是个大美人 到时候 我要让他跪着伺候我 我徒有志气 我相信这一天 很快就会到来 到那时 我截天教 定将成为天下主宰 走 你的伤势很重 我这里补天教圣诞 你赶紧服下 好多了 多谢李姑娘 小子 还有何事尽快处理 教主法旨 耽误不得 稍后我们就要回补天教 好 他先天领运 已经被萧天龙吸走了 而且伤势又重 恐怕活不过多久 不出半个时辰 必死无疑 什么 必死无疑 你放 我错过都不会放了 我错过都不会放了你 哼 怕作逆鬼 你没这个机会了 你 你懂吗 有废物 废物 又是这招领迹 竟还能灭人魂魄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领迹 难道真是神通 横哥 横哥的魂魄被灭了 魂魄被灭 别说做鬼了 下辈子都没了 还有你 赵云 你跟林横私通的仗 我还没跟你算 林峰 林峰 西魂那夜 我不是有意要背叛你的 是 是林横 是林横他强迫我的 求你再原案我一次 我可以做你的事情 不 我做你的奴婢 我伺候你一辈子 这么喜欢伺候男人是吗 好 那我就满足你 但是你还不配伺候 来人 林峰当地 有何吩咐 将他带入勾篮 让他下半辈子 都好好的伺候 伺候男人 是 林峰 你不能干嘛 救我 娘 孩儿走了 凤儿 你到了补天教 要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修行 不要担心娘 凤儿啊 这些年 林家对不住你 放心 以后整个林氏 定得护得你娘周全 还有这些灵丹 是老夫的一点心意 忘你收下 多谢大上郎 我娘就拜托你了 走吧 金灵七世吃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看来林峰才是我林家的真龙 林公子 师尊去见教主了 让我先带你在这补天教逛逛 这里 就是我的庭院 往后 女儿有事 可以来这里寻我 好浓郁的灵气 在这里修行一日 抵得上洛城林家的一个月了 那当然 我补天教可是天下四大胜利之一 我这座庭院 正处于林脉节点 是整座圣山 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之一 这里是我隔壁庭院 锦绣园的令牌 那儿的灵气同样浓郁无比 公子就住在那儿 同我做个伴吧 能与圣女为伴 受莫大的荣幸 多谢姑娘 这几日 你真的帮了我太多 那公子准备如何感谢我呢 姑娘大恩 小声无以为报 不如 以身相许 姑娘可还愿意 呸 灯徒子 谁让你以身相许了 飞燕 教主你看 飞燕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这小子不错 只可惜 他不是天命之子 教主 天命之子真的不是林峰 而是那个节天教的萧天龙 没错 天机阁 天机长老 推算之术 登峰造计 也不会有假 而且 本教也算过数次 天命确实印在了萧天龙身上 这一纪元 虽然我补天教和节天教相争数十万年 一直势均立地 不分身负 可现在 均衡被打破了 我补天教的结束也来了 我有预感 我补天教在不久的将来 将永灭教之灾 飞燕 我喜欢你 我想娶你为妻 娶我为妻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自从你上次那样帮我去除太阴邪火的事 在我的心里 就已经非你不嫁了 那我真是占了个大便宜 娶了个这么美若天仙的媳妇 谁是你媳妇 讨厌 你怎么了 好像 好像太阴邪火又发作了 这是 又似乎没有以往那么强烈 太阴邪火 让我来帮你压制一下 不是阴后发作 这是单纯动情 这 这也太敏感了吧 只抱了一下 就受不了了 的确是太阴邪火 但是无碍 我可以抱你 我们像上次一样好不好 教主 既然天命之子是萧天龙 林峰又是怎么回事 昨日他突破驻激进 苍天之言险话 难道都是巧合 而且短短数日 就从炼体 突破到铸鸡 刚刚突破铸鸡 就能一招击杀鸡鸡九重 还能硬扛 萧天龙 原因三重 全力一击不死 简直匪夷所思 此等妖孽 亘古之境 闻所未闻 这就是本教 让你将他带回 补天教的原因 本教怀疑 他是逆天之人 逆天之人 根古相传 逆天之人乃大祸之源 是天地间最恐怕的竞机模拟 相传逆天者一处 天地间必将大乱 恶纪运都可能会被终结 贼风 真的是逆天之人 老夫也不相信 小小一个铸鸡七的修士 能是逆天之人 参见大将了 罚了 本教第一次用太义 补天术推算之时 并没有算错 苍天之眼 的确是因那凌风 而显化现实 能触动天道 苍天之眼显化 即便不是天命之子 也很有可能是逆天之人 但清雪说完他的事迹 数日从炼体突破到筑击 筑击一重 即可一击击杀 筑击九重 还能硬扛萧天龙一击不死 更为加深了本教的怀疑 唯有逆天者 才能抗衡天命 那萧天龙 乃是天命在身 乃是元英静修为 那林峰 不过那是筑击期的修士 能在他手上活下来 很有可能 他是逆天之人 那倘若林峰是逆天之人 我补天教 又该当如何呢 逆天出 天地乱 苍生节 天气血 逆天者 那林峰当死 就算只有一丝怀疑 宁可错杀 也不能放过 我补天教 岂能滥杀无辜 待本教见到他之后 再详细推算一下看看吧 哼 女人就是女人 优柔寡断 能成大事 怎么晕了 我用了八成的元阳之气 才压住飞烟体内的微弱情况 飞烟现在修为微突破化身 他因身体还没有大成 还不能破身 不过他的修为已达到金丹九重 相信也快突破化身了 我体内的鸳鸯之气就快耗尽了 看来得尽快炼化一些丹药 回复一番 竟有这么多聚灵丹 还都是中品的 大长老还挺有诚意 林峰的积蓄 恐怕有八成都给了我 开始修炼吧 修炼需要的领域越来越多了 仅千颗中品聚灵丹 竟然只让我的修为提升到 助肌六重 不够啊 我的实力却是暴涨了 数倍不止 那天九十第二十 不灭今生 也可以使用了 现在 光怕我面对金丹强者 也能一战神职 去锦绣员看看 站住 你是何人 来此何人 来此何事啊 我是何人 我也算这锦绣员半个主人吧 你又是何人 为何狼在我家门口 我乃锦绣员首席杂役地责 你说你是这锦绣员的主人 就你 也配 我凭什么 此处锦绣员乃是补天教最高档陵园 更是处于圣女住所隔壁 地段绝佳 连普通的真传弟子都没资格入住 就你 正是弟子服饰都没穿 你应该是新来的杂役吧 狗样的东西 还想入入锦绣员 做圣女邻居 也撒谎尿罩扰 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哦 那看来 你也是名杂役弟子 那要如你所说 你也是条狗 没错 我就是一条狗 能做补天教的狗 是我的荣幸 这是什么 这 这是 锦绣员令牌 你 你真是这林园的主人 难道 是某位我从未谋面的 真传弟子 大人恕罪 小的有眼无中 小的该死 下不为例 起来吧 现在 我可以进去了吗 大人请进 小的平时 负责这锦绣员的洒索工作 大人若有事 可随时召唤 慢着 锦绣员有了新主人 本侍卫怎么不知道 连本侍卫都没有资格入住锦绣员 谁又有资格入住呢 周敏扬 周师兄的首席侍卫 周云辰 周师尾 是这位 这位 田丰 对 田丰 哪里来的阿猫阿狗 就你 也配入住锦绣员 周师尾 本人在门派从来未进入此 他应该也只是一个杂役罢了 喂 兄弟呢 他们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放进来 要你是干什么吃的 可是 他有锦绣员的令牌啊 我记得锦绣员的令牌 一直在圣女李飞烟李师姐时候 我大师兄不向他索要他都没给 怎会把令牌给一个区区杂役 啊 明白了 这丝 一定是私自伪造的令牌 伪造的 好大的狗胆 竟敢伪造锦绣员令牌 我要命了是吧 一条狗屋 也想睡主人的房间 不知死活的玩意儿 不过 我补天教有好生之德 小子 今日 你就自断双腿 本侍卫饶你一条贱命 哈哈哈哈 信林的 还不赶紧跪下 要周师尾写罪 让我自断双腿 自己放弹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让我给他跪下 自断双腿 小子 你可知道 你得罪的是谁吗 哦 他是何人呢 周师尾 你通过考核 马上就要进入我们 补天教圣女示威队 亦是我补天教 大长老亲子 皮大师兄 周明阳 手席示威 周师尾的身份 比你这狗东西高贵一万倍 周师尾让你跪下 谢恩 是给你的恩赐 小子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大长老的亲子 首席大师兄 周明阳的首席示威 好大的身份 我是你们圣女的未婚夫 论身份不比你着 你凭什么让我给你跪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我叫圣女李师姐的夫君 你是想笑死本侍卫吧 圣女在上 我们圣女可是拥有太阴神体的绝世天骄 清国清城的盛世容颜 能看上你这么个狗东西 你不会是喝鸟喝多喝醉了吧 就连我大师兄追求了李师姐需求 都为得美女方心 就你一个区区的杂役 不知死活的玩意儿 小子 今日我就好好地让您想叫着叫 如何当好一条狗 周云晨 你敢 周云晨见过李师姐 周云晨 你这是在做什么 李师姐 这个人 区区杂役 不但伪造了您的令牌 想做入住锦绣员 而且更是大方厥词 说是您的未婚夫 简直狗胆包天 我正要给他一个教组 他的确是我的未来夫君 锦绣员的令牌 也是我给他 你敢向他出手 我看你不是狗打包天 什么 怎么可能 他不是杂役吗 这家屋的令牌难道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记得前日 苍天之言显现 有天命之子的将士 师尊还把李师姐许配给了天命之子 难道就是他 那倒也不是 他可不是什么天命之子 那是人家洁天教圣子 肖天龙 他呀 就是个冒牌货 首席大师兄周明阳 和传臣弟子孙云娃 和大师兄 孙师姐 师姐 你是说天命之子是肖天龙 不错 肖天龙得上腔垂青 天命加身 消息已经通传天下 伯彦 此事你也知晓吧 这小子就一冒牌货 你竟如此维护他 还称他为未来夫君 你是得了师亲疯了吗 就算他不是天命之子 他也是我李飞燕 认定的未来夫君 飞燕 我此生我定不负你 混账 飞燕 你是我补天教圣女 以谁结为道理 岂是你自己能决定的 李飞燕 你一向眼高于顶 当初连大师兄 你都没看上 现在却看上了他 想必他一定是个绝世天骄 不知您这位公子 是何修为 怎么 连修为都不敢报名 铸鸡一宠 铸鸡一宠 太可笑了吧 铸鸡一宠 在我补天教顶多 是个外门弟子的修为 这不就是一个废物吗 飞燕 别再为这个废物执迷不悟了 他根本就配不上 我不配 难道你就配吗 我大师兄乃是拥有黎阳圣体 修为更是达化神八重 配他李飞燕绰绰有余 好 那敢问大师兄 今年贵庚啊 六十有二 六十二 一个糟老猴子 飞燕今年才十八岁 你这是老牛吃嫩草 泪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是吃西欧 想啊你 你说什么 胡说八道 我等修士 寿冤夭九 大师兄六十有余 正直撞你 你个铸鸡一宠的废物 老一样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找死 出名 你敢 飞燕 你最好给我让开 要不然我俩你一起教训 你 出名 世尊 参见长老 你好大的胆子啊 本座的弟子 你也敢教训 长老殊岁 弟子不敢 弟子只是想教训一下 这个狂妄的小子 林一峰是我带进天教的 岂是你能教训 林一峰 随我来 教主和大长老要见你 这怎么大长老见那子 这不是天定之子 我们也去看看 我等参见 都做不到 唯有传说中的帝尊 才能跳脱五行 凌驾于天地之上 这小子不过是铸鸡期的修为 却有如此命格 难道他真是逆天之人 什么 林一峰是逆天之人 这小子竟然是逆天之人 亘古相传 逆天出天下乱 苍生结天气血 逆天之人 乃是天下最恐怖的 静静国你 就连苍天都恐惧的存在 不只是传说吗 怎么会是真的 还是这个小子 教主 大长老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林一峰 林一峰怎么可能是逆天之人呢 只要你以生为奴 只但能吸纳万物 更会成为 蓝天烈党的最强性 不会真的是我吧 逆天者必须死 今日本座便替天行道 诛杀了这个魔孽 免得以后祸害苍生 大长 算出来了 他命格确实奇异 但也甚无特殊 他不是逆天之人 他的体质 的确是天生废体 未来 若无天大的机缘 他将注定一生碌碌 到图无望 炼天炉 虽然敢用到了 我有危险 再帮我遮掩天机 林峰不是逆天者 太好了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这小子 真是逆天之人呢 逆天之人 上苍都恐惧得禁忌存在 这只是个传说 怎么可能是真的 天生废体 未来注定是道徒无望 北燕 这就是你所谓的未婚夫 你可要想清楚了 当真要嫁给这个废物 非燕 你怎么能嫁给一介废体 原本教主将你 嫁给了天命之子 在那 截天教 萧天龙得到了天命 是至如今 非燕 你就 嫁给你大师兄如何 非燕 你就 嫁给你大师兄如何 嫁给大师兄 不行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林峰结成道理 此生 非他不嫁 请教主和大长老成求 放肆 你乃本教圣女 下界教主的候选人 怎么能够随意嫁给一介废体呢 子彦 别再胡吐 这个废物根本就不和你 不是一路人 你是天上的白云 而他注定是地里的污泥 求这种天生废体的废物 别说是娶我叫圣母 就是娶我补天教的一只母狗 他也不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补天教的母狗 这个字是悲伐 最差的也有望成为人一二招 这废物恐怕只能止步于住击 他当然配过啥 教主 您意如何 这 无尔名羊 乃是离羊之体 非焉 乃是太阴神体 他们一阴一阳 天设地造 若是能阴阳 日后修为定会突飞猛进 甚至能与那萧天龙抗衡 的确阴阳相合造化无穷 两人合力 或许真的能对抗天命 非焉 那劫天教与萧天龙乃我教大 若萧天龙成道阵地 我教将与灭教自在 为了补天教 还是嫁给你大师兄吧 一个萧天龙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你们不必逼迫非焉 萧天龙 我会解决 萧天龙 我会将他解决 这萧天龙就你 你靠什么解决 暴嘴吗 小子 你该真不会以为 你就是逆天之人 能对抗天命 任先试试吧 你啊 就是个废物 林峰 你能在萧天龙的手上活下来 以示侥幸 你就别说大话 非焉不可能嫁给你 你 从哪来 回哪去 听到了吗 所以我补天教 其实你这种垃圾能待的地方 还不赶紧滚 林峰 你还是赶紧走吧 林峰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说过 我会去 我再说一遍 萧天龙不作为君 给我一年 我必杀他 非焉 不能嫁给别人 只能嫁给我 有炼天炉在 只要给我十金 别说区区一个天命之子 萧天龙 就算是那苍天 就算得了什么 狂妄 就你还一年之内 必杀萧天龙 就你这种废物 给你一年 你都做不到 你这废物 都这个时候了 你心里还想着去李师姐 别做麻烦 你永远都没有资格 知道吧 唯一我大师兄才是李师姐的良配 就你 哪来得回哪去 要不然 信不信本师文一巴掌扇死你 一巴掌扇死你 就你 住击六重 竟然有住击六重兄妹 他不是说 他只有住击一重吗 怎么会有住击六重的事 昨日在洛城林家 林峰确实才刚突破住击一重 怎么这么快就突破住击六重 一夜之间 从住击一重突破六重 这怎么可能啊 更何况他还是天生废体 这小子有点古怪 之前没爆发灵力 竟然连我都没看穿他的修为 林峰 你的修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 怎么会提升得如此之快 炼天炉后混沌炼天精 你绝不能保佑 说来也是我运气好 前几日我在山里 发现了枚红色果子 吃下之后修为就突飞猛进 昨日便突破得老住击 但是似乎功效还没有用完 今日便突破得了住击六层 红色果子 难道是猪果 能有此等金人功效 药林恐怕也有上万年 万年猪果 这可是上等药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的力气 依靠外力提升修为 就犹如空中阁楼 水中浮平 终究不如自己苦修来的扎实 一个靠天才地宝 才提升修为的废物 还敢在我面前狂玩 还真拿自己是个人 你不是很自信吗 连萧天龙都不放在你 何有胆子 与我一战 有何不敢 丁峰 你别跟他打 他修为离到达了金丹一宠 比你还要高尚一个大境界 你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一个大境界而已 若是我连这种垃圾都对付不了 确实也没有资格去 说什么 说我是垃圾 没错 这家伙真是狂都没边了 还一个大境界的差距算得了什么 以为自己靠吃猪果 提升到了助击六重 你以为你就可以天下无体了吗 找死的玩意罢了 一介废体竟敢如此张狂 不知天高以后的东西 个废物 今天我一巴掌我山水 老子就跟你信 给我死来 上去凝迹 真山掌 一致大乘境界 不错 这门掌法 世大历程 可看山岳 云泉师弟的修为 又比他高出这么多 这一场下去 那废物 恐怕要直接变成肉泥了 这就是赶在我补天教 嚣张的下场 你这废物 也敢说我是垃圾 今天就让你这废物 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强制 给我死 让我死 你也配 要命尽身 什么 他竟然挡住了 镇山掌 这怎么可能 不是 沈通 这 这不可能 我也是金丹静 不过区区 驻金六重修为 怎么可能 抵挡住我的镇山掌 我不信 给我死 金丹静 就这 说你是垃圾 都是抬举你 你连垃圾都不如 我有何资格去飞烟 这 就是我的资格 南静 住击静 天与地的差距 它是如何 可以铸鸡六重的功力 击败金丹一串 而且还如此简单 它到底 是个什么妖孽 该死的小子 不过是铸七七的废物 怎么会有如此实力 我没有选错人 冰封就算是天生废体 也一样能成为强者 小子 如果本作没有猜错的话 刚才你用的是 一式护体神通吧 神通 刚才它身上的那道光 是一种神通 没错 确实是一式神通 唯有修为达到化神镜 才能领悟神通 而且还得需要极高的天赋 就连我都已经突破化神镜 多年都没有突破神通 你借铸鸡器的废体 怎么可能领悟神通 经抵制 你不行就要承认自己不行 你 能在铸鸡器领悟神通 只能说明 你遇那神通契合度极高 这种情况虽然少见 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只能说 侥幸吧 算不上初期 我说你这废物 没有如此事 原来是侥幸的 问你是神通 你只不过是走运吧 不用神 比起实力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不对 不止一式神通 黎峰 你之前用来打败林家家主的内侍掌印灵迹 也是一种神通吧 没错 也是神通 他还会别的神通 怎么可能 能与一种神通契合 也是绞天之性 他怎么能同时与两种神通契合呢 或许 他并不是真正的与神通契合才学会的神通 而是他自己本身的悟性所领悟的 悟性 这得多高的悟性 才能同时与两种神通契合呢 传说 我教祖师就是悟性极高之辈 修为不足化神 就已领悟数种神通 战利无双 横扫当代 最终创下我补天教不朽伟业 这小子 悟性能跟祖师比肩 现在 我有资格取飞烟了吗 现在 我有资格取飞烟了吗 这 你取个屁 悟性极高能领悟神通又如何 战利极强 战胜金丹又怎样 你依然逃脱不了 你是天天废体的命运 你也是个废 悟性带不了天资 天生废体乃是百露之体 永远拒不了无露之体 筑基九重 已是巅峰 永远达不到金丹镜 听到了吗 你这废物永远突破给金丹 筑基棋的寿源不过百年余载 而我等都可以活过数千上万年 本燕 这个废物根本就给不了你未来 唯我才能与你共度一生 就算林峰的寿源只有百载 我也愿意陪他百年 冥完不灵 百年可不够 我要与你度过千年万年 乃至永生 永生 大成也不过五万年寿源 就你连金丹镜都没有突破的废物 也敢妄想永生 永生还何容易 传说只有达到至上帝尊之境 才能摆脱寿源之故 长生永世 福沾万古 可与祖师并肩的悟性 而且这小子 修炼的功法似乎也很不简单 或许他真能创造奇迹 依照我补天教传统 历代若出圣子圣女 两人须结为道理 三日后开启天选圣会 请出魂天中 选拔圣子 成为圣子者 可与飞烟结为道理 天选圣会 选拔圣子 飞烟 莫非你也是在什么 天选圣会上被选拔成的圣女吗 那魂天中又是什么 那倒不是 我有太阴神体 又在二十岁之前突破到了金丹镜 就被教祖和众长老立为了圣 至于魂天中 那是我教祖师留下的正教之宝 一尊无上帝气 无上帝气 一尊器武也能选拔圣子 天选圣会很少召开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魂天中 不太清楚他怎么选 想来也是测试天赋资质 或者修为 天选圣会还有三日 明峰 这里有些清灵丹 你拿去用吧 能多一份修为 就多一份希望 咬了这些丹药 我更有信心了 飞烟 我一定会通过魂天中的测试 成为圣子的 嗯 天生废体 怎么可能被选为圣子 好在大师兄也可能通不过魂天中测试 可恶的小子 我从来没有受过刺得大 大正老 大师兄 你们可一定为我报仇啊 我一定要弄死那个废物 你跟天生废体一样的蝼蚁 也敢跟我强女人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爹 这天选圣会 我能通过魂天中选拔 成为圣子吗 放心 有爹在 成为圣子 非你莫属 扶下此丹 你的立阳圣体 会更进一步 圣子之位 自然不在话下 补天丹 这可是我教祖师 补天老人传下来的上古神丹 扶下此丹 可令人脱胎换了 但此丹 不是在多年以前 就失窃了吗 多谢父亲 助击救愁 清理丹还剩下好几个 可是 我再用炼天炉炼花 犹如泥牛入海 已经完全没用 那老家伙说的是真的 和天生废体 真的不能突破金丹经 必须要改变体质 才能继续修行 但是想要改变体质 难如灯天 不过 混沌炼天经中 倒是记载着一种 凝聚混沌神体的方法 只是需要一枚婚圆室 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你过来 大人 您找我何事啊 您可知什么是混原石 混原石 好像是一种炼气的材料 价值不菲 极为罕见啊 捕天教中可以 听说 真传弟子 孙云丸首龙 倒是有一枚 是数年前 他在一处境地 寻到的 孙云丸 怎么会是这个女 大人 孙云丸 在教中和圣女 一向不和 又与大师兄 周明阳 走得很近 您想从他手中 得的混原石 恐怕 不会有难处 这倒是麻烦 但混原石 关乎我凝聚混沌神体 进生金丹镜 还有圣子选拔 就算再难 也得去找他 孙师姐 在下临风 冒昧前方 还请一见 出事了 临时 不 快从我身体里出去 奇怪 没有别人啊 快点东西 谁让你进来的 让我滚出去 我刚刚听到房间里边 有动静 以为你出了危险 所以才 危险 我就洗个澡的功夫 没有喝威风 我看 就是你想脱窥 滚 是 诶 等等 师姐有何吩咐 师姐 你这是做什么 我记起你 你是李飞燕的病 你像临风似的 没错 在下正是临风 你来找我所谓何事 听闻师姐手中 有一枚混原石 云在下有些用处 不知师姐可不可爱 混原石 云还一丝混沌之气 乃是大陆上最顶尖的练器材料 价值无量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负 不过给你也无妨 但是 天下 天下没有免负 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师姐想要什么 还请明言 我能做到的 一定在所不辞 很简单 离开李飞燕 跟我在一起 要是你答应了 今天不单是混原石 连我 都是你的 连我 都是你的 师姐还请自重 我与飞燕情比紧接 让我离开他跟你在一起 绝无可能 还请师姐换个条件 无趣的男人 你飞燕有很好 我哪点比他差 师姐美若天仙 自然是不比任何女子差 但感情的事 不能讲究 还真是个痴行种 罢了 我换个条件 只要你试下这枚丹药 就把混原石给你 难道他想用毒控制 哼 我有炼天龙 可炼化一切毒素 百毒不起 还怕你去吃一枚毒丹 好 一言为定 师姐 也可以把混原石给我了吧 你还真是敢吃啊 看来 你还是难逃我的手掌心 李飞燕的男人 以后 我的了 你怎么对我还不死心 恐怕 怎么回事 我竟然中招了 好强烈的感觉 你这是什么毒丹 竟如此厉害 毒丹 姐疼你还来不及 怎么会害你 那叫百面销魂丹 是一种 是能让人哭 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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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分身的滋味不好 忍不住就别忍了 全部发现到几个身下来 这谁顶得住啊 林峰 苏英婉 飞燕 你在干什么 飞燕不是你想的呀 我不是主动的 是他 是他下了药 我控制不住才 下药 苏英婉 为什么要这样对林峰 林天龙 赶紧帮我压制一下 强离你飞燕的男人 卑鄙无耻 又女子 抢我的男人 你好大的胆子 找死 怎么可能 原阴静 明明才金丹六丑 不 你不是孙云婉 那我是谁 被你发现了 真没意思 这是谁 怪不得孙云婉 刚才那么乖 没人附身了 昨天叫圣语 赵紫轩 赵紫轩 你 你既然修为 达到了原阴静 还敢前楼补天窖 你好大的胆子 我以晋身原阴 并领悟了 神通魅灵真身 可化身魅灵 游走虚无 天下之大 何处去不得 李飞燕啊 李飞燕 你我相争多年 今日 你还是落在了 我的手上 你记住我的灵力 你要干什么 放开飞燕 李飞 区区住基金 也敢跟我动手 不自量力的东西 李飞燕 没想到你居然找了这么一个废物男人 道履肖天龙 不但是万古第一天骄 更是万道圣体 比你这个废物男人 不知强了多少倍 在找男人这方面 我可是压你一头 你究竟想如何 这里可是补天骄 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那多没意思呀 我只是来找你玩玩而已 原本只是想利用这个女人 来抢走你的男人 让你尝尝心痛的滋味 但我现在有了更好的主意 你们不是情投意合 很是恩爱吗 姐姐我今天就成全你们 小子 这可是你最心爱的女人 你中了我的百媚萧魂丹 现在难受死了吧 损失不上更待何时 损失不上更待何时 不行啊 难受 赵子轩 你先毁了我的道徒 我就是要毁了你 我有魅灵仙体 我比你更早晉升原因 我的道律乃是天命之子 我哪里不比你强 凭什么你是天下第一美人 我只是第二 我就是不服 等我毁了你的太阴神体 让你变成个废人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 你无耻 想毁了非人的太阴神体 你妄想 我就算是难受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得着 历史还挺坚定嘛 但百媚萧魂滩 乃绝品灵丹 连不染红尘的空门修饰都扛不住 你又能坚持多久 只有太阴神 我扛不住了 这么大个美人 任你采摘你都不上 你不会 不是个男人吧 蜜蜂 那是实在忍不住 就来吧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就算以后到处尽完 我也愿意 而且这样 以后大师兄他们 就再也不会 给予我的太阴神体原因 不灭今生 这是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是不是男人 我是不是男人 神通 神通又如何 弥补不了两大境界之间的差距 你杀了我 你的任务还没完成 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小子 赶紧去夺了李飞渊的原因 饶你一命 你休想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那可由不得你 林峰 小心 原来 这就是做男人的感觉 好像还不错 李飞渊 天下第一大美人 我就来好好地宠幸感情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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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女人 女人说不要 那就是想要的意思 天下第一美人 冰清玉洁的补天叫圣母 呸 我今天 要把你变成一条下届的怒稿 大子歇你无耻 怎么不动 这是什么 没想到炼天奴还有这等功效 想进入我的身体 不是那么好进入 一把 我的灵力和通食都被禁锢住了 你竟然有如此之宝 你不是很牛吗 再牛一个 我看 敢进入我的身体 那今天你别出去 你手死吧 不 不 快点一下 你不能杀了我 就算你放过我 我是杰天叫圣女 你也愿意 你也愿意 我愿意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发下大道誓言 这女人是杰天叫圣女 杀了的确可惜了 哼 萧天龙 我就先收了你 无道理大地练习 那你发誓吧 只要你放过我 我唯你命是从 若唯此事 天诸地面 那我就饶你一面 切记此见单独一宝 不可向外人提示 自宣拜见主人 主人 这 飞燕 他已经是我的奴婢 你以后成我公子去 是 他现在成了你的奴婢 这到底怎么回事 牛在耍什么把子 我也想是把戏 不过我竟已发下大道誓言 这辈子 都逃不出林峰的手掌心了 大道誓言 我等凶事一旦发下 绝不能违背 飞燕 这只是我的一个秘密 回头再给你解释 还不快把解药给我 百魅修横丹又不是毒丹 哪来的解药 一旦服下 只能进行能力 只能进行能力 你想要我毁了飞燕的倒机 我说的是真的 公子 你飞燕不行 要不就让我与你 飞燕去 飞燕 你别生气 我想到了 这玩意儿跟你的谈音邪乎差不多 我有一个方法 即使不进行双胸 也可以解决 真的有这样的办法 真的 当然 这是我祖传的你们手艺 今日 我便传手于你 你这混蛋 你怎么懂那么多 你是不是以前经常跟别的女人做这些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我这个是在一本《古法秘籍》上看到的 公子劳累 秦春城 算你有眼光 我正好够看 林峰 赵紫萱虽然认识你为主 但是她不能留在补天教 夫人齐天教和肖天龙都不会罢休的 那你就先回捷天教吧 帮我盯着点儿捷天教和肖天龙的动向 你有情况 立刻回报 是 有赵紫萱在捷天教做卧题 对我们补天教而已 倒也是一件好事 赵紫萱呢 赵紫萱刚给我倒了杯茶 走了 赵紫萱给你倒茶 开什么玩笑 她是我的奴婢 为什么不能给我倒茶 你个天生废体的废物 还真敢大淫不惨 赵紫萱什么人 接天教圣女 拥有魅灵圣体的无上天教 世间少有的美女 给你这废物我当奴婢 你说大话还真不怕闪了舌头 是李飞燕把她逼走的吗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孙英婉 不管怎么样 这次是我们救了你 你不得表示一下 你想要混云时 李飞燕 今日的事情 我们就一笔勾销 但别指望 我会感谢你 你要会员时做什么 有了会员时 圣子之位 是我郎东之后 三日时间 终于练花了会员时 成功凝结混沌身体 好强大的感觉 不愧是混沌身体 听说这可是修行界 第一道题 天选圣会开始了 咱们补天教 已经有上千年没出过圣子了 也不知道这次天选圣会 能不能选拔出圣子 我等肯定是没希望 大师兄拥有黎昂身体 或许能够通过圣子选拔 圣子之位 必然属于我大师兄 林峰 你这废物也敢来参加 天选圣会 你不会以为 你真的能成为圣子吧 我还就是来选拔圣子 我补天教历代圣子 哪个不是天赋绝顶 年纪轻轻 就晋升金丹镜 乃至原因镜的 一个靠吃万年诸果 才得以突破猪鸡镜 终身无法突破金丹镜的人 还妄想成为圣子 是人做梦呢 林峰 真以为自己有点悟性 领悟了两门神通 你就是天才了 别做梦了 你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笑话而已 何必与他多废口 谁是笑话 咱们拭目以待 速尽天选盛会 正式开启 恭请魂天钟 恭请魂天钟 魂天钟啊 这就是魂天钟啊 这 这就是魂天钟 好可怕的威势 我只是看了一眼 竟然我有些心生不顾 魂天钟乃我补天教 镇教之宝 祖师补天老人留下的绝世神气 正因有死宝在 我教才能传统万古 洗礼修行界百万年不休 你看着就那样 感觉比我的炼天路差远了 魂天钟 道运天成 威力莫测 能感应人之天赋潜力 我叫选拔天才的依仗 只是引起魂天钟 消耗的灵力太过恐怖 天选圣会 近几年才会很少召开 我叫选拔弟子 才改了其他的方式 测试众弟子的资质 天选圣会规矩 能引起魂天钟一乡者 可谓我叫外门弟子 引起二乡者 为我叫内门弟子 三乡为精英弟子 四乡为核心弟子 五乡为真传弟子 六乡为圣子 此次只为选拔圣子 所有男弟子都可参与 那若是六乡以上呢 六乡就已是圣子 还六乡之上 这是你这个废物 该问的问题吗 你不会妄想 自己能引动魂天钟六乡以上吧 那可说不止 师子 最高就只能六乡吗 自然不是 魂天钟最高九乡 能引动七乡八乡者 可谓我叫神子 也就是下任教主继承者 若引起九乡 依我叫祖师一命 可谓他老人家 隔代清传弟子 也即是我叫少祖 师祖隔代清传弟子 补天叫少祖 有意思 看来我得多出一帮徒子徒孙了 谁先上前一世 我来我来 我去来我去来 我去来我去来 我去来 好了 都不要争了 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明阳 你直接测试吧 补天教众弟子当中 唯有明阳 天资聪慧 还有谁 能成为我教的圣子呢 是 父神 武神 众生 尊敬还是差了些 教主 您再看看 六象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真的引动了六象 梨阳神体 明阳失职的梨阳神体 竟然进接到了梨阳神体 不错 本作曾在太虚禁地 寻找到一块梨阳神石 明阳练化之后 体制侥幸进入神体 本作宣布 普天教弟子周明阳 引起魂天正六象 即刻起 便是我补天教圣子 我早就说过 我大哥必然是天教圣子 大师兄天赋无双 并能带我补天教崛起 战胜洁天教 无等拜见圣子 飞燕 我已成为圣子 而且体制晋升为神体 与你的太阳身体更为集合 你我之间注定要成为道理了 圣子又如何 想跟飞烟成为道理 你还不配 你说什么 我说 你不配 狂妄 林峰 林峰你好大的胆子 教主亲口所言 成圣子者 就能与圣女结为道理 你是在质疑教主吗 天意如此 非烟 你就嫁给明阳吧 小伙伴 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手给我拿开 要不然 我让你死无造成之地 就你 你大可事实 一个六十多岁的龙头 天天妄想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还要不要一点老脸 你还敢给我放肆 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住手 大师兄 我 我答应你就是了 非烟 怎么还是算了吧 世泽说的对 我和你 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小呆 听到了吧 还不赶紧快滚 好了 七日之后便是黄到几日 你二人的婚事就定在那边吧 教主合一 嗯 天选盛会 就此结束吧 都退下吧 慢着 我都还没测试 现在结束 为时过早 我都还没测试 为何就要结束啊 你还想测 我补天教的镇教神器 是你这种垃圾配摸的吗 教主都已经说了 天选大会结束了吗 赶紧给我滚蛋 罢了罢了 让他测下也无妨 测一下又能怎样 就这种天生废体的废物 他若是能引动 魂天中三响 我都跪下来叫他爷爷 好 那我就等着你跪下 叫我爷爷 你 还有你们所有人 我等着你们 叫我祖宗 祖宗 林峰 你不会以为 你能引动魂天中九响 就能成为祖师阁代 真传弟子 不补天教的上祖 区区黄孔小儿 竟敢如此猖狂 我补天教 创教数万余年 天才英姿 云云不算 并无一人 能引动魂天中九响 就你这天生废体 也敢如此狂妄 别说九响 就是引动七响八响者 都不足十指之术 一个废物 还扬言要做我补天教 少子林峰 你简直是在侮辱我补天教 你找死 补天教不可辱 杀人废物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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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夜处确实该死 若今日引不起魂天中六响 本座便一掌毙了他 那你们就动大眼睛 给我看好了 怎么 该不会连异想都拉不起吧 连异想都引不起 就你这种废物 还扬言做我教少祖 就你 做我补天教的一条狗 你都不配 一响 也只是个外门而已 算不了什么 两响 也只是个内门而已 你肯定引动不了 三响 三响 真的三响了 这 这 无响 无响啊 席界飞体 怎么会如此 无响又如何 也不过是真传弟子而已 我都引动六响 已经成为圣子 他永远都比不上我 六响 七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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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都以为神子了 我叫数百年来 能成为神子的七只可数 八响 能引动魂天中八响的只有两人 这小子还真能穿透奇迹 难道 金风真能拟动魂天中九响 天中九响 这代第四 竟出现了 此等妖孽 是那个逆天之人 居然来到我补天教 什么 那妖孽是逆天之人 天玄圣会结束后 带他来见我 是 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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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能引动魂天中九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有黎阳身体才超动六响 你一去去飞机 怎么可能敲动九响 假的 这绝对是假的 肯定是魂天中弄错了 魂天中乃无上地气 怎会测错 林峰他刚才的确引起了魂天中九响 而他现在的法力是金丹一丑 原本我的修为就已达到驻机九重巅峰 刚刚魂天中九响 平静松动 修为突破金丹 倒是个意外之戏 三日前他还是驻机六丑 这么快就突破了金丹一丑 他不是天生废体吗 他怎么会这么快突破金丹 他竟然不是天生废体 难道是混沌神体 我们都是混沌神体 周深环绕着明月的混沌之气 很像是传说中的混沌神明 实情竟然看走了一遍 混沌神体 那可是外骨竹天排行第一的无上道体 有此等金氏天赋 难怪他能引起魂天中九响 他是混沌神体 不是天生废体 这怎么可能 我现在算是补天教少祖了吧 儿等还不速速跪下 拜见本老祖 儿等还不速速跪下 拜见本老祖 跪是不跪 他是废体一个 怎么那么跪呢 行了别吵了 祖师一命不可违背 临风引动魂天中九响 当为我祖师 隔代清传弟子 我补天教少 这好专专 主打谁啊 啊 突降天雷 叫做金丹静的修士 做我教少祖 犹如我补天教 恐怕我补天教要遭天节呀 我突破珠奇的境势 那天道之眼就出现了一次 这次我突破金丹静 不会又要出现吧 你天之人 究竟还是引来了天节 当前金丹修为 恐怕很难以抵挡 就让老朽来助他一把 林峰 你怎么样 怎么回事 怎么了 天节竟然消散了 混天中又拉了一响 还击伤了林峰 历界天选社会 还从未出现过这的 是 他体内的混沌神体突然消失 怎么又变成了天生废体呢 又变成了天生废体 好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用了什么办法 伪装成了混沌神体 骗过了混天中 混天中有灵 识破了他的混沌神体 所以才将他击伤 伪装成混沌神体 原来如此啊 前几日这被我从我那儿 得到了一块混原石 这混原石蕴含一丝混沌之气 你就是靠这混原石 伪装成混沌神体吧 原来你是靠弄虚作假 才引动的酒响啊 我的混沌神体并没有消失 只是被一股强横的力量 睁眼了起来 是那混天中做的 这怎么可能吗 如果林峰是天生废体 那他修为又怎么会突破金丹镜呢 废体就是废体 永远不是天才 孽畜竟敢冒充混沌神体 来欺骗我补天教 是谁给你的胆量 林峰 你屡次在我叫撒野 蔑视我补天教 该当死罪 今日本圣子就将你斩杀 以为我叫圣威 林峰 受死吧 小心 大师兄 进而被击退了 这怎么回事 这 这小子竟然能挡住我八成的实力 林峰 能借助我一成的实力 算你了 原来是大师兄留守了 还一成实力 承认自己被我就这么难吗 你 臭 还敢如此放肆 今日老夫便让你尝尝我一成实力 大长老乃化神经修为 哪怕一成的功力 也是今天动地 不废物 这一次 我看你还挡不挡得住 凌云 带银栋魂天中 酒饷之人来见我 住手 凌峰 你随我来 拜见师尊 凌峰 凌峰已带导 逆天之人 你道 什么 他真是逆天之人 什么 他真是逆天之人 身份还是暴露了 你们要杀我 交友莫荒 拜见祖师 补天祖师 凌峰 拜见祖师 若想要杀你 之前你晋升金丹 混沌神体闲路时 就已经死在了天结之下 天结 原来之前是您操纵魂天中 击伤凌峰 只比他混沌神体的气息 天上的天结才会消散 凌峰 谢过前辈 你隐动魂天中酒响 可愿意拜老朽为师 弟子 拜见师尊 好 好 徒儿好啊 拜见少祖 此事天道 不许有人成就帝尊 超脱天地 但徒儿你乃逆天之人 定能打破天道智乎 成就帝尊 徒儿 你就带为师 领略一下 那无上帝尊的风采吧 但切记 成就帝尊前 混沌神体 不可再暴露 无执念已消 取与也 祖师父最后一丝 藏魂 休战了 顶着请尊师命 恭送师尊 少祖 弟子 这就去宣告整个不天教 您已是我不天教少祖 看这次谁还敢阻止我和飞燕 那弟子 这就去宣告整个不天教 您是少祖 我成了少祖 在与飞燕结尾道理有点逆乱刚成啊 而且师尊有言 我混沌神体不能再暴露 算了 还是低调点 我的身份暂且保密 只要能和飞燕在一起就行 我曾说过 我要去的 是时候兑现承诺了 是 七日之后 防盗吉日 凌峰与飞燕成婚 什么 飞燕要与凌峰成婚 教主怎么会做如此决定 这凌峰 他又不是混沌神体 他只是一个天生费解的大废物 他有什么资格去李师姐 教主 您这是何意 我而名阳 也是圣子之位 您怎可出尔反尔 将飞燕 嫁给这个飞 大长老 是在治理本教 本尊不敢 我叫你亲爱林天成 您要是这样的 天机阁主 邀请我前往林天成议事 清雪 本教要离开几日 林峰与飞燕的婚事 交由你来办 是 太好了林峰 不过教主之前一直反对我们 怎么会突然又同意了呢 现在整个补天教输我最大 我要去你 谁敢反对 吹牛 我看哪 就是教主心善 不想强迫我嫁给大师兄 所以才改变主意 太可恶了 明明是我大师兄成了圣子 教主就严而无情将那李飞燕许配给了林峰 他那个废物 他凭什么 莫灵运这个女人 优柔刮断 不过大局 感情用事 她根本不配做我们的教主 这教主之位 本应该就是我的 李飞燕也是我的 我若长久遇她 正道成帝都有望二爹 我不甘心 看来 这补天教 已经容不下咱们父子了 莫灵运 既然你无情 就别怪老夫无异 肖天龙如今风头正盛 加入截天教才是正当 杜天勇 你好大难度 竟敢看教 太清师叔 太清师祖 没准地惊打呢 是我们教第一强证 师叔千年来都不问此事 他怎么突然过来 太清师叔 您出关了 老夫再不出关 你们都反了天了 太清拜见少祖 将会出了这几个孽症 太主事实了 术尊 他 他是少祖 他不是我装成的混沌身体 是怎么可能的 懒到那天混天中 喝算了 是真的 林峰真的是混沌身体 薛恩林峰 既然真的是祖师隔代弟子 我叫少祖 怪不得教祖会同意我们 弟子周天雄拜见少祖 之前都是弟子 有眼不是泰山 得罪了少祖 还望少祖恕罪 少我行命啊 少祖 咱们补天教有没有地牢之类的东西 有一座镇摩塔专门用来镇压 邪魔焦躁 那里面充满沙之气 犯了大错的弟子 然后被关入其中 圣区漫漫 有时 要人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那就把他们全都灌进去 就关个一万年吧 少祖 我不要清镇摩塔 林峰 少祖 祖宗 爷爷 我是补天教圣子 我有立阳神体 我对北教还有用 太秦真人 您不能把我关进这摩塔 太秦师叔 都是弟子平日 管教不严 才是逆子 筑成大错 常言道 子不叫父之国 可是我 我罪不该万死啊 你罪不该死 还敢道求我教 才不成保安 就凭此事 你就罪该万死 还有你 那立阳神体 是靠你爹 后来的 主片单 晋升的吧 你瞒得住别人 可能瞒得住老夫 发眼吗 晋升 我都厌下去 上祖了命 上祖饶命啊 上祖饶命啊 我才离开两日 没想到既然发生这等事 周天雄父子 也是咎由自取 天道盟即将要成立 节天教邀请天下势力 前往参加 我去探了两大圣地 天机阁和天秦宗的口风 他们设于 萧天龙 天命之子的身份 似乎也准备加入 我补天教 若不加入 恐会独目难知啊 一个萧天龙算什么 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公子请喝酒 我结天教与补天教一样 同代圣子圣女 须结为道旅 不过 子萱自从发下大道誓言后 今生今世 已完全属于公子 公子子萱的原因还在哦 要不今晚就献给公子 此时日后再说 对了 萧天龙现在是什么境界 萧天龙自从得了天命之后 七元连连 修为突飞猛进 现已到达出窍境 还领悟了树门神通 实力极强 连老一辈的出窍九重 都败在了她的手下 公子您要 营毕直言 您可能现在还不是她的对手 出窍境 我才金丹六重 可能还真不是她的对手 看来今晚还要再提升 一番修为才行 不是她的对手 明日我就让你看看 本公子的实力 金丹九重 炼天九十第三世 斗战胜法也可多了 这是一门增幅类神通 可短时间内将自身综合实力增强十倍 我实力本就远超统计 再增幅十倍 简直要无敌了 有了这么神通 明日对付萧天龙 想半无一事 截天教成立天道盟 我是天命之人 萧天龙 任天道盟主 戴天墓 守众生 统领天下 谁长不从 莫教主 你们补天教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 让李飞燕 做本盟主的侍妾 萧天龙 让李飞燕 做你的戒士 你也配 我还就是配 是天命之子 我看上的你 就也是我的 顺天者生 逆天者死 我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我的话就是天意 谁敢不从 天命之子 就别 下来 与我一战 今日 我便要你去见上天 废物 真以为上次 你从我手中侥幸逃到一面 就有资格做我对手了吗 废话真多 到底敢不敢来与我一战 既然你急着找死 本盟主就成全你 出窍 他的臭尾已经到了出窍之境 区区废物 蝼蚁一样的东西 对付李 一根手指就够了 废物 蝼蚁 还一根手指就能碾死 好 我今天就让你们所有人都见识见识 我这废物蝼蚁的实力 他竟然只拼灵力就击倒了肖天龙 这就是金丹镜九重 区区金丹镜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灵力气势 这都快赶上何其境了 平道竟然算错了 这哪里是废物 分明是个妖孽 太好了 君复明了 无愧是少祖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是万古的一天就 我是无敌的 还天之骄词 你连屁都不是 你还一根手指就能碾死我 那你可知 我碾死你 连一根手指都不用 在我临风面前 别说是一个区区的天命之子 就是这苍天 有能奈我何 你还能够死我